叶罗莉冰莲花——曼朵拉透露出叶罗莉仙境存在的真相,一切皆为虚幻。 在《精灵梦》叶罗莉动漫当中讲的是人类世界和仙境的故事,当然小伙伴们对于叶罗莉仙境是充满着神秘感的。 一直以来大家对于叶罗莉仙境的存在是很喜欢探索的,毕竟在这个虚幻又真实的仙境当中,直接带给人一种梦境般的感受,完全满足了小伙伴们对童话故事的各种美好幻想。 那么这个如此美丽又充满着斗争的叶罗莉仙境,究竟是为何会存在的呢? 实际上本意还是在通过仙境来描述人类世界的现状。 毕竟对于地球目前的环境状态,若是我们直接受女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保护环境的知识,那么很显然是非常枯燥的,相信也没有几个人是真正能够听进去的。 所以说精灵梦叶罗莉这部动漫能够通过美好仙境的故事,从而达到引导小伙伴们知道如何保护地球环境的知识,用这样兴趣引导的方式无疑是最为有效的。 可能很多小伙伴都还没有意识到保护环境的意义,但其认知已经被里动漫的形式给潜移默化地输入进去了。 当然对于这样潜移默化地的兴趣引导教育方式,实际上也是有利也有利的,那就得看这部动漫本身的价值观正不正确,所以动漫要通过审核的大观也是极其不容易的。 那么仙境究竟是因什么而存在的呢?对于这个问题曼多拉在故事当中已经一句话给讲清楚了。 一直以来我们只是从冰公主消失这件事情上面了解到,原来仙子们都只是大自然的力量幻化而来的产物。 而根据曼多拉的所言,其仙境所有的仙子都只不过是人类世界的环境之力幻化而来,也就是说明整个仙境都是更加精确地展示人类世界目前的状态,仙境虽然强大,但其人类世界才是根基。 准确地来说只要人类世界一团糟的话,那么现在看起来如此美好的叶罗莉仙境也会同样糟糕,也正是因为曼多拉看透了仙境存在的本质。 所以她才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得仙境的最高权限,成为仙境的女王来控制整个平行世界,如此极端冒险的想法,招有不振就会忘节不复。 总的来说整个仙境都是人类世界自然之力幻化而来的产物,实际上一切皆为虚幻,也就是说仙境几乎是不可能反客为主的。 所以曼多拉的想法最终会迎来失败,唯有不是用魔法干预人类世界,慢慢地引导大家爱护好环境,才是解决问题更值得方法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